拿出手機證明已經打過疫苗 羅馬競技場入口處一一檢查 必須有綠色通行證才能放行 不過現在不止觀光景點 意大利最新宣布從10月中開始 所有公務人員和上班族 一定要有綠色通行證 證明篩檢陰性曾經確診過痊癒 或是至少打過一劑疫苗 強制全國實施綠色通行證的措施 意大利將成為歐洲第一國 一旦沒有遵守可能處以高達上千歐元罰款 甚至無法工作導致不少民眾反彈 法國則是有3000名醫護人員 因為不打疫苗遭到停職 不滿政府強制疫苗接種令 醫院員工用絕食來抗議 雖然目前人不清楚第三劑疫苗的效力 只是疫情持續稍不停 美國週五FDA將會開會深入討論 西班牙則是在週四已經決定 準備替療養院居民比較容易感染的族群施打第三劑加強針 跟TVBS新聞種不懂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